20多年前 在台南新盈 有四个好朋友相约打牌 选在农历7月初一的凌晨 玩扑克牌比13张 当时拿出了一副新买的扑克牌 抽掉两张鬼牌 习过牌再发牌 每个人13张 结果 离奇的事发生了 根据林庆章的说法 当时他一看手上的牌 A到K各一张 心里一惊 这不是一条龙吗 太不可思议了 再看到其他人反应 都是睁大眼 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原来四个人手上的牌 都是一条龙 四家都是一条龙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四个人当时的反应都说 怎么这么邪门 农历7月遇到了怪事 会不会这房子不干净 大家硬着头皮继续打 越打心里越毛 是不是有好兄弟作怪 有人提到庙里拜拜 结果只有三个人要去 其中一名女性男子没去 更诡异的还在后头 没有去拜拜的女性男子 隔年四月凌晨 住家公寓发生火警 旅南当场成了僵尸 其他三人这下更害怕 决定每年农历七月 都要聚在一起 到庙里拜拜祈求平安 连续拜了多年 才被媒体采访揭露 我们说到一封来自台南的观众 郑先生来信 他提到这一起事件 没有一家媒体能够解开此灵异现象的真相与解答 留给当事人及观众 诸多诡异与困惑 他愿意提供真相破解 用新牌连续叠牌六次 切牌也照来信的写法 只能从上面拿一叠放下去 然后开始按照顺序发牌 该不会我们等一下大家翻开来就吓一跳吧 会吗 你觉得 我不知道啊 发完牌 现场所有人注视下 一条龙的真相到底是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有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一条龙 所以真的这样子 所以你就是牌就是不洗干净 就可以打成了 首先赌场绝对不会让你这么洗牌 再来如果你私底下这样洗的话 你的朋友绝对不同意 对不对 你的朋友怎么同意呢 难道真是巧合的洗牌所造成的结果 当你案例是不是这原因也无法求证 但是如果这样洗牌 确实能达到四家都拿一条龙的好牌 不放开 优优独播放